第1152章 木古老人 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是令得萧炎已惊 目光飞快地望了一眼头顶上的夜空 却是空空如也 没有半个人影 但那种弥漫而下的浩瀚气息 却是令得他有种心悸的感觉 是丹塔的人 心中略微放松 萧炎那正在融合地毁灭火莲 却是鸡芒一颤 然后小心地将之散去 而其脚尖也是一点地面 急速暴退而开 一道轻笑声悠长的传出 轻笑声刚刚响起夜宴之中 两道身影便是如电芒一般闪躲而开 一瞬间便是出现在了萧炎身旁 目光惊怒地望着半空中 那神秘黑炮人 没事吧 小一仙看了一眼狼藉的小院 灰子双毛冰寒地盯着黑炮人 嘴中有点急切地问道 萧炎摇了摇头 沉声道 还好 小心一点 这家伙不是寻常之辈 天火尊者脸旁有些难看的盯着那神秘黑炮人 冷笑道 呵呵 阁下怎么说也是一名斗尊强者 怎么竟干一些偷偷摸摸的勾当 现在的小一仙与天火尊者心头无疑是极为的惊怒 看院中的模样 明显是经过了一场大战 而他二人竟然是没有半点觉察 这等保护可是相当地让人感到愧疚啊 神秘的黑炮人身形悬浮半空 阴森的目光透着幽芒地盯着萧炎 他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这么小心了 还是被丹塔那老家伙发现了 如今自己的行迹已经被锁定 若是再久留的话 恐怕丹塔的强者也会赶来的 玄空子 此事与你丹塔无关 何必多管闲事 黑炮人对着天空音声喝道 这里是圣丹城 若是让你魂殿在这里随意撒野的话 我丹塔还如何与人交代 天空上先前响起的那道沧桑声音 再度栩栩响起 这一次硝烟倒是觉察到 这声音居然是从虚无空间之中传出的 显然那说话之人并未赶到这里 而是在使用一种悬疑的方法将气息隔空送到 震慑住那神秘的黑炮人而已 老混蛋 黑炮人咬牙低声骂了一句 然后森然的目光转向消炎 冷笑道 哼 算你运气好 一活一极功法 便让在你体内多待一段时间 记得 我迟早会来娶回来的 话音一落 其身后的空间瞬间扭曲起来 而其身形也是在扭曲空间中变得若隐若下了起来 见状小一心双眸一寒 御掌之上 灰气营绕 然后猛地化为一道 灰气瓶练 闪电般的穿透空间 对着黑炮人抱夺而去 嘿嘿 有你二人保护他 我倒的确奈何他不得 但我要走 你们也拦不住我 瞧得小一心出手阻拦 黑炮人也是冷笑一声 屈指一弹 一缕深蓝色的火焰 自指间暴躲而出 然后与那道灰气瓶练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各自双双消失 萧炎 我还会来找你的 下次再遇见 必取你的一火与功法 轻易地阻拦下小一心的恶难毒气 黑袍之下 一对森然目光紧紧地盯着萧炎 旋即其身形移动 便是钻进了扭曲空间之中 空间一阵博荡 其身形便是直接消失不见 萧炎漆黑双眸中也是布满寒意 他能够感觉到此人实力不弱 但如果真的是要彻底拼起来 他也有着信心 对方不会好受到哪里去 该死的 见到黑袍人安然离去 小一心也是忍不住地一咬银牙 低声骂道 算了 萧炎摆了摆手 然后目光转向天空 拱了拱手 拱声道 多谢前辈出手相助 随着萧炎的音落 天空上星光突然缓缓凝聚 化为一道颇为模糊的苍老光影 苍苍的声音缓缓从中传出 老夫本体不能抽身 只能分身震慑 此人形迹极为诡秘 你要多加小心 有时间便来担他 在那里你会很安全 多谢前辈了 萧炎再度拱手抱拳 这藏老光影 应该是担他的强者 甚至说不定 便是那传说中的三巨头之一 故人弟子 自然一时要多加照料 小心点学明宗 对于你的情报 也是他们 透露给先前那个人的 藏老光影淡淡一笑 星光一阵波动 便是缓缓地消散而去 望着那星光人影 消散之处 萧炎也是陷入沉吟 看来老师与丹塔的这些人 关系还不错呀 先前那对你出手的 是什么人 小姨先拼过头 凝视萧炎 皱着眉头问道 魂殿的人 萧炎眼中寒芒躲过 轻声道 此人灵魂力量 玩得出神入化 如此近距离的 施展灵魂臂长 居然是瞒过了 我与小一仙 天火尊者 脸色凝重地说道 萧炎点了点头 从史之中 他都未曾见到 那黑袍人的容貌 而且听起声音 也是并没有太多的 苍老之音 但听起所说 却是和药老 同时代的强者 按照常理 必然也应该是一些 老不死的菜对 小姨先御守 撩开额前青丝 说道 他的实力 应该比我略强一筹 不过若真是 要拼起来的话 却并不见得 能真胜过我 不过这玄冥宗 的确是个祸害 萧炎的脸色 也是有些冰冷 他倒是忘记了 前几天 与那些人的冲突 玄冥宗的人 大多都是 牙字必报 不可能会 轻易地 将此事放假 只是没想到 他们不亲自出手 反而是将 关于他的情报 透露而出 借刀杀人 这手段 不可谓不狠 明天想办法 打听一下 玄冥宗 那群人的地点 总是被人 惦记也不好 这些麻烦 总是要解决的 不管他们 背景是什么 但既然站到 我们头上来了 那我们自然 不可能 什么都不做 萧炎 缓缓地说道 小一仙 微微点了点头 玄冥宗的 哪些家伙 若真是要 自己撞上来 那就别怪 他们刀下不留人了 最让得我忌惮的 还是先前那黑袍人 我们并不清楚 他的底气 萧炎眼眸 微微闪烁 片刻后 眼神却是一宁 说道 海心燕 也是在此人手中 或许韩风 知道一些 有关他的消息 心中夺过 这道念头 萧炎手掌猛的一握 一个玉瓶 便是出现在手中 手指在瓶口一抹 然后一吸 一道虚幻的灵魂体 便是极为虚弱的 鸟鸟生气 看其模样 赫然 便是韩风 你的海心燕 是送给了 魂殿中的哪位 萧炎望着 虚弱至极的 韩风 声音冰冷地说道 听得萧炎的问话 韩风先是一正 玄机眼眸一阵闪烁 然而 还不带他说话 萧炎指尖便是 缠绕上无形的火焰 闪电般的 对着其虚幻的身体 便是刺了过去 别 别 我说 我说 见到萧炎这般 毫不犹豫的狠辣手段 韩风也是一阵后怕 急忙道 收取我海心燕的是魂殿的一位尊老 人称 木骨老人 他在魂殿地位颇为不敌 因为他身为斗尊的同时 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八匹内药师 身受魂殿殿主的重视 木骨老人 萧炎嘴中轻轻地念叨了一声 眼中冰冷之色更浓 果然是魂殿那些混蛋 木骨老人与药臣救援颇神 据说他当年与药臣曾同拜依然为师 但后来因为一些缘故 他被驱逐 所以极为的敌视药臣 经常找一切的机会与药臣作对 当年 当年我对药臣出手时 于是受他挑拨 让我暗中夺取分绝 韩风小心翼翼地说道 什么 文言 萧炎脸色也是忍不住的一变 这木骨老人居然还曾经 与老师同出一门 为何我从来没有听过老师 提起过这件事 萧炎沉声道 我也从未听他提起过 这种事也是木骨老人 偶尔与我说起的 似是生怕萧炎对他下手 韩风当下急忙回答 萧炎缓缓点了点头 如果韩风所言不虚的话 那么先前那神秘的黑袍人 应该便是那木骨老人了 毕竟 坟绝这等事 制造的人极少 即便是萧炎的一些亲近之人 也并不知道实情 此人这次没有得逞 想必不会死心的 一定会想尽办法再度出手的 不过 以我如今身边人的实力 他倒是不敢真的明目张胆而来 以后小心一些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单会即将举行了 如今之计 还是要先进入单会前十 再将三千燕炎火弄到手 到时候 若是再面对着这老家伙 即便与之单独相战 定然也不怕 萧炎眼眸闪烁 片刻后终于是下定了决心 手掌一挥 将韩风的灵魂体 再度收入玉瓶 丢入那界 然后转身便是 对着房间之内兴趣 明天将那玄冥宗那群人的地点 打听到手 这种事来一次 便够了 听得萧炎那杀气凛然的话语 小一仙也是缓缓点了点头 他知道 萧炎这次是真的怒了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破仓穷》 第1153章 第1153章 玄空子 第二天 当萧炎从房间之内行出时 却刚好是见到 叶仲正立于润落之中 而当后者瞧得萧炎出来后 也是松了一口气 寻迹面色有愧 昨夜发生了那种事 也算是他的保护不周啊 萧炎先生 玄冥宗的据点 我已经派人 那夜打听清楚了 闻炎 萧炎也十一正 望着夜仲 那有些眷容的脸色 显然他因为昨夜的事 忙碌了一夜 当下笑了笑 拍着夜仲的肩膀笑道 昨天晚上的事情啊 与你无关 来者实力太强 即便是小医仙 与天火尊者老先生 都是未曾觉察到 叶仲苦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玄冥宗的据点 在圣丹城外 与南边的一处庄园 的确是当天 在炼药师交易会 与我们有过冲突的那群人 那白衣青年呢 是玄冥宗宗主之子 陈贤 他也是一名内有师 据说此次来圣丹城 也是有来参加丹会 在其身旁 那位灰衣老者 是玄冥宗 凶名赫赫的玄宗者 实力极强 另外陪伴而来的 还有着两名实力 接近斗宗巅峰的长老 萧严眼中凶猛闪烁 微微点头 他本不愿意 与着玄冥宗结怨 但对方却偏要惹上来 这被怨不得他 下手狠辣了 萧严先生 你是否打算 对他们动手 见到萧严这般模样 叶仲迟疑了一下 问道 昨夜那种事情 疑似便够了 萧严轻声道 叶仲舔了舔嘴 沉引了片刻 说道 我觉得此时 对他们出手 并不是最佳时机 这里 毕竟是圣丹城 而那陈贤 也是通过了 丹塔的认证的炼药师 若是要对他们下手 难免会引起 丹塔的弱意 而且那陈贤身旁 也是有众多强者 若是要下手的话 除非是神不知鬼不觉 或者将他 此行的所有人尽数解决 不然 一旦有所遗漏 必然会引起 玄冥宗的震怒 到时候麻烦不小 毕竟在玄冥宗的背后 还有着天明宗 这等庞然大物 那叶仲长老的意思是 难道将昨天晚上的事情 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萧严眉头微皱 说道 叶仲连忙摇了摇头 说道 哦 那自然不是 只是你应该知道 要击杀一名斗尊强者 是何等的困难 一旦让玄尊者逃跑了 后续麻烦 将会数不胜数 而玄冥宗此行的人 皆是以陈贤为首 想必将我们的情报 出卖给那昨夜黑炮人的 也是他的主意 单会即将举行 而在单会中 所有通过选拔的参赛者 都会进入一处 特殊区域 那里将会是你 最好的动手的地方 那一处区域 每一届的单会 都会有着不少人 永远地留在那里 所以即便是那陈贤 真的是在那里面 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即便是玄冥宗 也是难以追查 文言 硝烟的眉头 方才略为舒展 叶仲所说的话 也并非是完全没有道理 玄冥宗不会比 冰河谷难以收拾 更何况在其身后 还有个更加强悍的 天明宗 一旦泄露的话 他又是将会引上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 如今他已经是 招惹了魂殿 若是再多一些 其他势力的话 那势必会令得 他的情况雪上加霜 丹塔的圣长老 已经在夜院了 他这么早便是赶了过来 怕应该也是担心 你会对玄冥宗的人出手 毕竟这里是圣丹城 他们需要维持这里的稳定 叶仲又是说道 哦 圣长老也来了 闻言消炎一咒 嗯 早到了 只是他说不用惊醒你 消炎眉头微皱 圣长老这般行为 明显也是有着丹塔的高层的暗示 他们并不想让自己 在这个时候 去跟玄冥宗火拼 不过想想 他倒是有些释然 身为丹会的举办方 丹塔的确是有义务 维持稳定 昨天晚上 丹塔的那位强者出手相助 怕应该也是有着一些 这个道理 先去全院 见见圣长老吧 这事暂且放下 等进入了你所说的那片区域 我将会将陈贤找出来 这种事 可不能就这般的 当作没发生过 沉吟了片刻 消炎也是逐渐的冷静了许多 一挥手 便是率先对着前院行去 见到消炎终于是没有 现在动手 夜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连忙跟了上去 当消炎二人赶到前院时 正好是见到 那坐在守卫的圣长老 在一旁 小一仙 天火尊者 新兰 皆是在座 总算是来了 消炎一进入大厅 那圣长老便是笑了笑 然后站起身来 说道 相必老夫来这里的意思 夜中应该也与你说过 那我便不多说废话了 你们先随我去担塔吧 至于玄冥宗的那些家伙 也会有其他的长老 过去敲打敲打 如果你心中依旧不平 日后会有机会的 到时候 丹塔不会有丝毫的插手与过问 但这段时间是非常时期 还望你看在丹塔的面子上 先忍忍 哈哈 圣长老说笑了 既然您老都这般说了 那小子自然是得听从 消炎笑笑 如今圣丹城人流暴满 什么三教九流的人 都是汇聚在这里 自然是显得混乱 若是在这之间 因为一些导火线爆发的话 这可是真的是有些麻烦了 因此他也是明白 丹塔的难处 放心 不会让你白白的受这份委屈的 你不是对曹颖的魂手印 很感兴趣吗 长老习已经商议过了 登到了丹塔 那一枚魂迹 可以给予你参悟参悟 圣长老笑眯眯的说道 文言消炎心事一愣 全记眼中瞬间涌上一抹心细 连忙保全道谢 那魂手印 那魂手印虽说并非极其的高级 但对于他这种魂迹的初学者来说 却是极为的合适不过 而且他从曹颖那里偷学而来的魂手印 也并不齐全 能够彻底参悟的话 对他好处不小 既然没什么问题了 那便动身吧 到了丹塔 会长还要见见你 圣长老一笑 便是率先对着夜院之内行进 消炎等人在对视力掩耗 皆是紧随其后 丹塔位于圣丹城内域中心的地带位置 这片区域 方才是无数恋有师心中的圣地 而因为如今圣丹城人流混杂 因此如今的内域也是防御颇为森严 随时准备着应付一切的突发变故 消炎一行人 随着圣长老在圣丹城之内 转悠了将近半个小时 方才逐渐地进入内域 而在消炎等人踏足内域城门时 那喧闹的嘈杂之声 顿时弱了许多 圣丹城内域 一般都是一些丹塔有关的势力 或者高阶烈养师 方才允许入住 因此内域的素质与外域相比 倒是不可同日而语 踏足内域 萧炎等人一抬头 目光便是顿在了内域中心地带 那里一座将近百丈的黑塔 悚然而立 犹如一座小型山峰般 给人一种巨峨的壮观之感 巨塔的塔尖深入云层 一眼望去 几乎是望不见顶 余物营绕间显得异常的神秘 那便是丹塔吗 望着那如青天之柱一般的黑色巨塔 饶是以萧炎都是忍不住的满脸惊叹之色 与这丹塔相比 当日在风雷阁所见到的雷塔 简直就是如同巨汉脚下的小孩子一般 圣长老笑着点了点头 带着萧炎一行人 汇入大街之上的人流 静止对着丹塔兴去 有着圣长老带领 萧炎一行人倒是 极为顺利地通过了 那严格的重重审查 进入到了那庞大的丹塔之中 进入丹塔 圣长老先是将小医间等人安顿好 然后方才带着萧炎直奔丹塔高层 许久之后 方才在已经极为宽敞的大殿之外 停下了脚步 悬空会长在这里 他与你的老师耀臣当年是好友 见了他你可得尊敬点 听得圣长老的提醒 萧炎也是面色疑速 点了点头 见状 圣长老方才略感放心 整了整衣衫 上前两步 恭敬地推开店门 然后对着萧炎舍了个眼色 萧炎微微点头 缓步走入 大殿之内 被众多的书架所不满 看上去有种凌乱的感觉 大殿之中布满着诸多色泽不同的火焰 五颜六色的火焰交织下 显得有种梦幻般的迷离之感 萧炎脚步轻轻地落在石板上 目光一阵扫动 片刻后 蹲在了一处书架前 那里一名身着白衣的老者 正在小心地清扫着书架上的尘埃 这名白衣老者 浑身没有半点气息的已出 整个人呢 就如同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老者一般 但在萧炎使用了灵魂感知时 却是惊骇地发现 面前一片空空如也 那白衣老者 仿若并不存在 你便是萧炎吧 那个老家伙的眼光 还是一如既往地 让人羡慕啊 在萧炎恭敬的战于老者身后不远处时 白衣老者也是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沧桑的声音在大殿之内悄然响彻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破苍穹》 1154章 第1154章 宋青 听得那苍老笑声 萧炎也是缓缓抬头 刚好见到那白衣老者缓缓转过身 其发须皆白 脸膛上布腕着 深深的皱纹 双眼在皱纹压叠下 显得有些细密 那如深潭般深不可测的双眼中 却是有着一抹温和笑意 前辈说笑了 拱了拱手 萧炎恭声道 我可不是说笑 如此年龄便是达到了 七品高级炼药师的层次 放眼大怒 能够达到这一地步的人 可是屈指和鼠啊 白衣老者目光在萧炎身上 来回扫视了一圈 温和地说道 老夫玄空子 若是不贤生的话 可以称我一生玄老 我当年与你老师耀臣 交情颇深 你这般称倒也不算过分 既然如此 那小子便恭敬不如同命了 文言 萧炎也失乐得如此 拱手笑道 玄空子笑了笑 将手中的一卷卷轴 放入书柜之中 然后转回书桌前 说道 玄冥宗的事情 你倒是不要有歌的 如今圣丹城 因为丹会的事情 处于最为混乱 与紧绷的期间 若是一个弄不好 或许会耽搁 丹会的举行 萧炎微微点了点头 昨夜那人呢 他隐藏了气息与容貌 我本身未曾到那里 所以也不知道 他究竟是魂殿的 哪一位尊老 玄空子缓缓地说道 应该是木骨老人 萧炎迟疑了一下 说道 文言 玄空子一正 倒是并未有太多的意外 缓缓点了点头 说道 难怪会找上你 原来是这个老家伙 这些魂殿的人呢 还真是让人不省心呢 药纯如今是否也落到了 魂殿的手中了 玄空子干枯的手掌 摸索着桌面 突然问道 萧炎嘴唇微泯 玄机点了点头 哎 这老家伙 生性洒脱 素来不喜欢拉帮结派之事 若是当初他听我的话 成为丹塔巨头的话 也不用被魂殿 寂寄了 玄空子叹息了一声 说道 此事我会让人多加留意 若是有要人消息的话 我会通知于你 那多谢玄老了 萧炎连忙道谢 丹塔的势力布满中周 若是有他们帮忙搜寻的话 那自然是少了不少的麻烦 全空子摆了摆手 说道 魂殿也算是我丹塔的隐性敌人 每年被他们所抓捕的炼药师灵魂不知何几 但由于一些缘故 丹塔却是不能直接对魂殿宣战 这个组织实力远非 你能够预料 萧炎默默点头 魂殿能够在中周存在这么多年 若是没有底气的话 自然是不可能的事 只不过 令得他没有想到的是 连丹塔对这个神秘的势力 都这般忌惮 在萧炎沉眼间 殿门突然的缓缓开启 旋即三道身影 缓步走进 前者拼过头 眼中顿时 闪过一抹惊愕 因为那领先的两人 赫然便是曹颖与丹家的那位 叫做丹臣的少女 在曹颖与丹臣身后 还有着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 其模样颇为俊秀 在进入大殿时 还在低声与曹颖二人说着什么 在其胸口处有着一枚徽章 上面有着七颗璀璨的紫金星辰 七品高级炼咬师 在萧炎见到两人时 曹颖与丹臣也是瞧见了他 脸颊上也是闪过一些惊讶 显然对于他能够出现在这里 很是感到诧异 老师 曹颖缓步上前 对着玄公子恭声道 你们三人也都来了吗 玄公子抬起头 冲着三人笑了笑 然后目光转向萧炎 说道 这位便是此次五大家族考核的冠军 萧炎 想必你们都早已经知道了 怎么能不知道 萧炎先生最近可是在圣丹狱 被传得沸沸扬扬呢 曹颖言嘴娇笑道 那股妖娇妖媚的风情 另得一旁的那位黑衣男子眼中 夺过些许令人难以察觉的火热 对于曹颖这段话语 萧炎也不在意 只是礼貌性的冲着三人笑了笑 我叫宋青 早就听说过萧炎先生 在五大家族考核上的表现了 今天所见 果然名不寻传 那名黑衣男子缓步上前 对着萧炎伸出了手来 含笑道 萧炎微微一笑 虽然面前的黑衣男子 隐藏得很好 但他还是从对方眼中 瞧出了一抹淡淡的敌意 而这敌意的来源处 似乎便是一旁的草影 这妖女啊 果然是祸国殃民的主 对于这般发现 萧炎也只能在心中苦笑一声 他什么都没说 便是莫名其妙地引来一些敌意 当真是令他有些无语啊 萧炎先生 宋青可是丹塔大长老的弟子 而且也是丹殿中最为年轻的长老 以后说不定 还能成为丹塔 有史以来最为年轻的八大长老 本师可一点都不比女装 曹颖眼波流转 严然笑道 听得曹颖所说 那宋情脸堂上 倒是没有什么变化 但眼中 却是夺过一抹淡淡的得意之色 以他这般成就 倒也的确有着自傲的资本 果然是名师出高途啊 萧炎笑笑并未多说什么 曹颖这妖女性格诡异莫测 若是不小心的话 还真会被他给耍得囤囤转 以他的性子 也并非是那种喜欢围着女人转的人 即便这曹颖不是寻常女人 好了 既然都已经认识了 那我便说说叫你们来的目的 玄公子微微一笑 目光缓缓地在几人身上扫过 他的目光仿佛能够洞传人心一般 即便是以曹颖那妖孽般的性子 在他面前都是显得相当乖巧 单会选拔还有几天时间便是将要举行了 这一次的单会 因为三千燕炎火的关系 吸引了不少势力前来 这其中便是包括魂殿的人 玄公子声音平缓地说道 魂殿 文言曹颖三人结实眉头微皱 萧炎眼眸微微闪烁 并未答话 是魂殿 由于长期封印三千燕炎火的关系 导致他对丹塔颇为怨恨 若是被释放而出的话 必然会对丹羽进行报复性的攻击 到时候损失必然极大 这三千燕炎火经过无数年的岁月 灵致已经相当不弱 再加上其野性难逊 我丹塔用尽一切手段都是未曾让他屈服 而且由于这些年他逐渐吸收星空之力 我们的封印已经有一些逐渐的束缚不了他了 所以必须尽快将这些麻烦解决 魂殿此行或许是想要将三千燕炎火收入囊中 当然如果一旦收取不成功 那么他们便是会摧毁封印 释放三千燕炎火 如此一来的话 丹塔必将损失残重 到时候也方便他魂殿来收取灵魂体 三千燕炎火威力极强 虽说在一火榜上 他排名并未进入前五 但其能力却是足以进入此行列 因为星空之力凝聚的缘故 三千燕炎火相当于不死之身 所以即便是我们也只能将之封印 而不能将其击杀 谁若是得到了三千燕炎火 并且将之收服 那么便将会拥有着无比强大的回复力 这种一火若是落在魂殿手中 必然将会是极大的麻烦 而将你们叫来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希望你们能够阻止 魂殿得到三千燕炎火 望着玄公子那凝重的脸色 大殿内也是陷入了一阵寂静 片刻后硝烟皱眉问道 既然如此担心魂殿 为何不直接禁止他们参加呢 首先我们并不知道参加单会的炼药师 究竟有谁是魂殿的人 而且即便知道了 你并不能以任何的理由禁止 因为这是丹塔历代的规矩 只要是炼药师 并且具备了参赛资格 即便真的是丹塔的敌对势力 也不能取消他的资格 这规矩虽然令人头痛 但也正是因为丹塔那包容之举 方才令得丹塔逐渐的成长到今天这一地步 所以有些规矩是不能碰的 玄公子有些无奈的道 门眼一行人方才缓缓地点了点头 硝烟本身便是与魂殿势不两立 而且三千燕烟火也是他必得之物 对于这种事 他自然是不可能会有什么反对意见 还有七天时间便是单会悬拔开始 这段时间你们尽量地待在丹塔之内 魂殿为了得到单会冠军的位置 说不定会暗中使用手段 所以你们也要多加小心 玄公子嘱咐道 硝烟等人再度点头 嗯 事情大概就这些 现在你们唯一所需要做的便是静等单会的开始 全公子笑了笑 温和的目光转向硝烟 随手从桌上取过一卷卷轴 甩向后者 说道 听说你对隐儿的魂首印挺感兴趣 拿去好好看吧 虽说这魂首印在魂祭日不算太过高级 但在外界也算是极为稀罕之物 接过卷轴 萧炎的眼中也索过一抹欣喜之色 连忙抱拳道 多谢玄老了 哈哈哈哈 消失而已 玄公子笑了笑 然后对着众人挥了挥手 见状 萧炎等人也就不再多停留 躬身行了一个礼 然后便是徐徐退出大殿 望着众人退出 玄公子方才微微一笑 轻声道 耀臣 我们当年的那场赌约 便得看萧炎和影儿 谁能够取得这一届单会的冠军了 不知道这一次 你还能否胜我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破仓群》 第1155章 第1155章 浑手印 行出大殿 萧炎并未与曹营等人 有过多的交谈 静止便是对着一处 通往丹塔底层的通道兴趣 萧炎先生等等 萧炎脚步刚刚踏出 一道妩媚动人的娇声 便是在身后响起 因此她那踏出的步伐 只能顿下 偏过头望着曹营 那张妖娆动人的脸颊 笑道 曹营小姐有事吗 曹营眼波流转 故叛奸妩媚天成 有种令的人 移不开目光的冲动 此刻的她正眼嘴轻笑道 上次与萧炎先生 并未深谈 如今有时间 何不一起聊聊 听得曹营君开口邀请 萧炎眉头一挑 目光不着痕迹地 扫了一旁 得那宋青一眼 果然是见到 她眉头轻轻地皱了皱 算了 我还有钥匙在身 以后若是有时间 再与曹营小姐聊吧 出来丹塔 萧炎并不想多树敌 特别还是因为 争风吃醋那种事 招来一些敌事 因此微微一笑 回道 见到萧炎拒绝了自己的邀请 曹营流准的眼波 也是微微一顿 显然被拒绝这种事 对于她来说 颇为的少见 不过她也非寻常人物 心中的想法 并未流露出 丝毫在脸颊上 严然笑道 那可真是可惜了 映儿 既然萧炎兄弟有钥匙 那也不用再强求人所难了 丹会临近 我们上次讨论的丹药炼制 尚还未完成 不如今天就将它完成吧 一旁的宋青含笑道 哈哈 那萧炎我并不打扰两位了 此次或许会闭关几天 戴德丹会开始时 在与几位畅聊 见到宋青开口 萧炎也不带曹颖说话 对着三人抱了抱拳 然后便是迅速转身 对着通道之外行去 对于曹颖这性格诡异莫测的妖女 她实在是不想过多招惹 那宋青看起来不是寻常人物 按照萧炎来看 这家伙迟早 也只会被曹颖耍得吞吞转罢了 瞧得萧炎丝毫不拖泥带水的转身离去 曹颖红润的小嘴也是微微张了张 玄机唇角微先 这家伙倒还真是好玩 别的男人大多都是如曹颖一般的围着她大转 但萧炎却是将她视为洪水猛兽 望着曹颖脸颊上那腹饶有兴致的模样 一旁的宋青心头却是微微一沉 玄机眼中夺过一抹不易觉察的冷芒 这些年与曹颖的接触间 她几乎都是将对方视为了她的禁卵 绝对不允许其他男人对其有所沾染 在她想来已操影的优秀 除了她之外 还有谁能配得上她 即便萧炎成为了五大家族考核的冠军 但这却并不足以彻底的让宋青正视 不论背景还是天赋 实力等等 她皆是有着傲视同辈之人的资格 按照她的继续发展 日后定然会是丹塔的权势人物 甚至此次丹会 她若是得到了冠军的话 丹塔巨头候选人之位 也是将会有她的名字 到时候什么女人不会到手 萧炎 希望你不会成为我的拦路石 不然的话 宋青目光望着萧炎背影消失的地方 眼中隐隐有着寒暴闪过 萧炎自然是不知道 即便是她退避的快 依旧还是引来了宋青的敌视 而且即便是真的知道了 再无奈之余 她也只能按满一声蠢货 顺着来时的路 萧炎在那如同庞然大物的丹塔之内 转悠了将近一个小时 方才回到盛长老安排的住所 这丹塔之内人流也是颇为不小 而且全部都是属于丹塔的炼药师 其中不乏一些真正的大师级别人物 说之是卧虎藏龙也不为过 回到住所 萧炎在与小一仙等人打了声招呼后 便是钻进了自己的房间 盘坐在房间的床榻上 萧炎略作条西 手一物一卷淡灰色的卷轴 便是出现在了其手中 正是先前玄公子送给他的东西 缓缓摊开卷轴 一股无形波动从中散发而出 这股波动消炎极为的熟悉 正是灵魂印记所散发而出的 摊开卷轴上面并没有半点字体 有的只是一些略显扭曲的无形皱褶 见状萧炎略一沉吟 便是握着卷轴 然后轻轻地贴在额头之上 卷轴触着额头 无形波动立刻抱涌而起 寻地萧炎便是觉察到 一股信息 如同潮水一般的涌进脑袋之中 戴得信息的涌入完毕之后 萧炎方才轻放下卷轴 沉入心神 开始整理着那股有些奇异的信息流 整理持续了好半赏 萧炎威闭的眼眸方才栩栩睁开 眼中光芒微微闪烁 那股信息流正是曹营所修炼的那套魂迹 这东西名为魂首印 又称魂印 在远古时代 魂迹与斗迹一般 皆是分为天、地、玄、黄、四阶 而这魂首印则是一种玄阶高级的魂迹 虽说并非极其的高阶 但也算是颇为不错 而它的威力 当日萧炎也已经亲自领教过 而且这东西不同于斗技 由于如今魂迹的稀少 与人相战时 能够起到出人意料之效 当然最主要的是 是这魂首印能够让得萧炎 逐渐地明白如何最大化的施展灵魂力量 而不用再类似以前那般 依靠着最单纯的灵魂力量的强横程度 来与人对抗 魂首印分三印 萧炎仅仅从草影那里偷学到了第一印 后面两印却是在无办法偷学 不过好在如今这卷轴上有着完整的记载 这便是魂迹吗 果然是与斗技的施展方式有点不同啊 萧炎沉思许久 如果说只有一些少数的斗技 会需要特定手印的话 那么这魂迹的施展 则是必须需要手印的配合 而且在手印变动间 灵魂力量也是需要以一个特定的轨迹 伴随着手印的变动而汇聚 但所谓万法归宗 这魂迹与斗技大致上也是相仿的 声吸了一口气 萧炎心神逐渐凝聚 而其手掌也是缓缓探出 然后开始按照脑海之中的那些印诀 开始缓缓地变换着 萧炎的手印转变得颇为缓慢 但其确实一脸的认真之色 眉心间的灵魂力量也是徐徐涌出 然后配合着手印的变化而凝聚着 房间之中萧炎不厌其烦地施展着 一遍又一遍的手印 这种修炼虽然枯燥 但却是必须的 毕竟不管是修炼魂技还是斗技 想要彻底地将之掌握 也是唯有勤学苦练意图 时间在萧炎沉神修炼间迅速流逝 但随着它不急不躁地截动着手印 其掌心处凝聚的能量波动 也是越发的熟练 魂之急 匕首天灵 那灵断魂 在萧炎心神完全传记时 一道极为细微的呢喃声 也是仿若不受它控制般 悄悄地在其嘴唇蠕动间轻轻传出 在这无名口诀之下 房间内的空间也是微微波动 旋即一缕缕极淡的灵气 悄然地从空间中渗透而出 然后许许地钻进萧炎眉心之处 这一切的变化 萧炎皆是毫无察觉 它唯一能够察觉到的 便是伴随着那口诀的出现 它对灵魂的操控 立刻变得远发地顺手起来 顺至连结印尖的那种质色感 也是变得淡化了许多 房间之内寂静安然 唯有那反弱繁音般的低难之声 轻轻回荡 时间如流水 萧炎并不知道 它这一修炼便是将近十天时间 十天内 由于丹会的即将举办 也是导致圣丹城的人流量 处于了膨胀状态 这般辽阔的地域 随处皆是可见 无数人流 人流膨胀了 自然少不了麻烦 不过好在丹塔并非寻常势力 因此对于秩序 也是维护的颇为完善 所以那最不好的暴乱之事 并未出现 但随着距离丹会开始的 一天一天接近 整座圣丹城 都是处于了一种沸腾的状态 毕竟丹会不仅是丹玉 而且还是整个中州的一大盛世 无数连有师心中的梦想 便是为了能够在丹会之上 大方溢彩 成为大陆之上 伴众瞩目的璀璨新星 灯下 在那沸腾之下 也少不了一些暗流 此次丹会与以往不同 因为三千燕烟火的缘故 众多势力 都是派出了麾下的炼药师 看那模样 明显是对三千燕烟火 志在必得 而此次的丹会 也将会成为 无数优秀炼药师 必生修炼的竞技场 一切的修炼 都是为了这场丹会 无数炼药师 都将会在这丹会之上 一争雌雄 而在那全程沸腾中 时间也终于是 走到了丹会开始的最后一天 而此刻 丹塔一处房间之中 如老僧入定一般的年轻人影 方才轻轻一颤 然后徐徐地 睁开了那对漆黑双毛 欲知后事如何 然后双手突然移动 旋即一道道奇异的印记 闪现而出 舞动之间 甚至带起了道道残影 而随其手印变化 硝烟掌心之处 无形的灵魂力量 闪电般的汇聚而来 眨眼时间 便是凝聚成了一道 无形的掌印 掌印一成 硝烟躯之一弹 便是将之散去 寻际继续变动手印 紧接着 又是两道更加繁琐的 无形手印浮现而出 三道各自不同的掌印 在硝烟手中 承接得极为完美 接洽之间 几乎是无迹可寻 这般熟练程度 居然丝毫 不会比曹颖当天施展示弱 三道灵魂掌印浮现 最后皆是被硝烟悄然散去 而一口浊气 也顺着喉咙喷吐而出 浊气吐出 硝烟的脸庞泛起了一阵 淡淡的阎光 满如温雨般 不过玄机便是迅速淡去 而其身形移动 便是夺下床塔 身体笔直如枪般的 立在地面上 眼眸为比 硝烟眼眸闭了片刻 便是猛地睁开 眼中有着一抹淡淡的 欣喜之意 因为他发现 灵魂之中弥漫的灵气 居然是在不知不觉间 变得比以前更加充盈 甚至冥冥间 他感觉到了灵魂之中 有细微的阻塞之感 这难道便是那灵魂弊障吗 硝烟若有所思 他有这一种直觉 他何时通过这层阻塞之感时 那么他的灵魂 便是必然能够真正地踏足 那层所谓的灵境 而到时候 他方才能够真正地成为一名 炼药宗使 快了 硝烟脸庞上浮现一抹笑意 按照这种程度 他有着信心 真正地突破 那层臂长 在心头笑了笑 硝烟整理了一下遗山 便是推门而出 目光一扫 便是见到了房门之外 盘坐的小一仙 因为上次的事 也是导致他不敢 再离开硝烟太远 即便如今是身处丹塔 但他依旧是在硝烟 进入修炼状态之后 便是守在此处 硝烟推门而出时 小一仙也是迅速地 睁开了双眼 偏过头 待见得是硝烟后 方才轻松的一口气 轻笑道 修炼好了吗 嗯 辛苦你了 硝烟笑了笑 他自然是知道 小一仙在此 已经守候多日了 真要谢的话 光是一点话 可不够 小一仙奄然一笑 寻寂寺是感觉到 话里记忆太深 俏脸微红 连忙转开话题 说道 你已经闭关了好些天 这段时间 那曹颖来找过你一次 不过被我阻了回去 你不会怪我 打扰你的好事吧 说到最后 小一仙明眸一转 便是顿在了硝烟脸庞上 问言 硝烟不由地苦笑了一声 说道 我又跟他不熟 能有什么好事 而且那女人 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我也不想跟他走得太近 听得硝烟这般说 小一仙方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美眸也是微微弯着 如同月牙般 班会何时开始 硝烟目光在大厅中 扫视了一圈 随口问道 明天 这么快呀 硝烟顿时惊了惊 没想到这时间 过得这般快 一转眼便是 到了单会开始的时候 你若是今天 不自己醒的话 再晚点 我也会进去 将你叫醒 小一仙微笑道 硝烟微微点头 旋即眉头微皱 说道 我上海有一株药材 未曾凑齐 看来今天必须 想办法 将之弄到手了 自当日 在炼药师交易会 得到两种药材之后 那最后一种的 万年清零腾 确实至今 没有半点消息 如今单会在即 倒是令得硝烟 有点措手不及了起来 毕竟 若是少了这么一味主药材 那便是不可能真正的 经单药给炼制出来 丹药的事情 可不需要你来操心 在硝烟皱眉间 大厅大门却是被突然推开 旋即 叶仲新兰天火尊者三人 缓步而进 叶仲笑眯眯的来到硝烟身旁 手一晃 几个渗透着寒气的浴河 便是出现在了面前的桌面上 说道 这里有两株万年清灵藤 以及一枚雪晶妖果 加上你本来拥有的那些药材 便是刚好能够凑齐两副 炼制丹药时 即便失败了一次 也是能够有第二次的机会 文言硝烟先是一阵 旋即急忙抓过玉盒 掀开盖子 果然是见到里面躺着一株 浑身碧绿 如同翡翠一般的树枝 浓郁的生机从中弥漫而出 令得闻者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果然是万年清灵藤 这些东西你如何弄到手搭 硝烟脸现惊喜 玄机有些疑惑地问道 这些东西可不是寻常之物 即便是一夜家的底蕴 都是拿不出来 但如今的突然间 便是拿出了两株万年清灵藤 以及一枚雪晶妖果 这倒是有些奇怪了 这可不是我们弄到的 我只是与丹塔一位长老提过一下 你需要的这些药材 第二天他们便是主动将这些药材送过来了 叶仲笑着说道 硝烟愣愣 玄机恍然 这之中必然是有着玄公子的命令 不然以他的名气 还不可能让这丹塔这般重视对待 在心头对着玄公子道谢了一声 硝烟也没有过多焦躁 受以挥便是将面前的药材收入纳戒 如今这是他所需要的东西 自然不可能拒绝 就当是成了玄公子这个人情了 日后有机会还他便是 这一届参加单会的人数 恐怕会是有史以来最浩大的一次 听说如今的内宇 已经被无数参赛者占满了去 这其中不乏一些成名的老怪物 看来为了三千燕烟火 他们也是打算厚着脸皮来凑一凑了 叶仲对着硝烟说道 听得叶仲这话 硝烟微微点头 他早已经知道 这一届的单会必然不会轻松 甚至连他都是未报着 非要取得冠军的念头 毕竟这难度实在是太大 一切都是只能尽力而为 不过若是有机会的话 倒真是要与这天下群雄争上一争 老师当年便是一届单会的冠军 作为他的弟子 我怎么也不能弱了他老人家的名头不是 硝烟嘴角清鲜 漆黑毛肿 却是夺过些许难以掩饰的炙热 不过他在如何的冷静 但毕竟还是年轻人 年轻人特有的热血与执着 也同样是流淌在硝烟的果子之中 望着硝烟脸庞上的那抹笑容 叶仲等人对视了一眼 皆是一笑 这一届的单会 看来真的是有好戏看了 而且说真的 他们也是极为的好奇 硝烟这头猛虎 在这次的单会上 能否真正的预见 能阻拦下他脚步的劲敌 此次单会 必将会是真正的龙争虎道 第二天当第一缕晨灰从天际倾洒而下 刺破笼罩大地的夜色时 整座圣丹城都是在此刻瞬间沸腾 今天 圣丹城将会是真正的万众瞩目 整个中座的目光都是汇集在此处 等待着那能够处立在最后一刻的人出现 而能够从这来自斗七大陆各处的炼药天才中脱颜而出 那个人无疑将会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每一代的单会冠军 都曾经在斗七大陆的历史上留下过赫赫为名 无一例外 也正是因为此 单会的含金量 方才会被无限倍的放大 谁能够成为那最后的冠军 那么未来的斗七大陆历史 必将会为其天上显赫的一笔 这份荣耀属于让任何人为之疯狂 毕竟人活一世 谁也不想成为那庸碌众生 灯塔内的一处房间 房门突然缓缓打开 一道消瘦的身影缓步而出 然后出现在了 早已等待在门外的小一仙等人视线之中 今天的消炎身着一套 丹塔特配的紫色炼药师袍服 在其胸口处 有着一枚丹塔颁发的等级徽章 徽章上 七枚紫金星辰闪烁着璀璨的光泽 这身衣服 算是消炎这些年中穿得最为郑重的一次 由此也能够瞧出 这单会在炼药师心中的地位 望着那一身炼药师袍服 看上去居然显得 透着一分洒脱均衣的消炎 小一仙明眸中 也是夺过一抹笑意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消炎 这般郑重的穿着 不过不得不说 现在的消炎呢 外表倒是显得颇为不错 消炎理了理衣袍 然后望着面前的小一仙等人 微微一笑 说道 走吧 话落他率先一动脚步 对着大厅之外行去 其后小一仙等人相识一笑 皆是跟了上去 等会 这无数恋药师心中 最为崇高的大会 终于是在今天 拉开了 他那令得众多炼药师 为之清末与疯狂的帷幕 而为了这一天 消炎等了三年时间 东风已到 只待 风云洞 遇之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破苍穹》 第1157章 第1157章 两大关卡 灯会的举办地点 位于内域的北区 而那块地方 早在底天之前 便是被那可怕的人身人海 所占据 因此 当消炎等人 赶到此处时 确实只能见到 那密密麻麻 见不到尽头的人头海洋 震天的喧哗声 冲天而起 最后 化为恐怖的声浪 扩散开来 方圆百里之内 都是能够清晰可闻 消炎一星人 闪躲在一处建筑物上 举目似望 方才发现 这片地狱 是一块将近 千丈旁大的广场 在广场的半空中 居然凭空 悬浮着诸多石台 这些石台隐隐 有着光芒弥漫而出 看上去 颇为的神意 那些石台 便是参赛者 最后的席位 夜中指着 那些悬浮在半空中 受万众瞩目的石台 笑着说道 最后的席位 文言 消炎眉头一挑 呵呵 单会极其的盛大 不可能 只要参加了大会者 便是有资格登台 在进入场中之前 严格说来 还有着 两大选拔的关卡 夜中笑了笑 然后指着那庞大的 仿佛无边无际的广场 说道 看见远处 那片深灰色的空间了吗 消炎目光顺着夜中 所指望去 果然是见到 一片深灰色的空间 而戴德 他仔细查看 方才发现 那片空间 是被人生生的 扭曲而成 而在那扭曲空间内 充斥着一种 能够阻拦人视线的 深灰色气体 单会参赛最为基本的资格 便是要求达到 无品炼药师层次 而那深灰色的空间 便是第一关 也是名为 炫镜关卡 那种深灰色气体 是一种名为 幻魂兽的 魔兽体内滋生而出的 不仅能够 遮掩人视线 而且还能 对灵魂探知 造成一定的阻碍 再加上 那片空间之内 另有玄机 空间重重叠叠 宛如迷宫 一旦进入其中 便是会失去方向感 从而迷失在其内 而在一定的时间内 未曾逃出者 便是会失去三赛资格 叶仲笑着说道 硝烟浑浑点头 眼中也是夺过 一抹奇异之色 这单会的选拔 果然不是寻常手段 就是通过了 这环境关卡 便是具备了资格 进入单界 说到单界时 叶仲脸色明显 郑重了许多 我前些时日 便是与你说过 单会开始后 所有的参赛者 都会进入一片 奇异之地 而这奇异之地 便是单界 单界乃是一片空间之地 据说是很久以前 单塔的一位 斗圣强者 所创而成的 但后来 因为一些缘故 单界逐渐的破败 不过 那单界 可绝对是无数炼药师 梦寐以求的宝地 那里面 有着无数的天才地宝 以及诸多外界难寻的 罕见药材 而有资格进入 其中的炼药师 会被分配到 一张单子 单子上记载着 一些珍稀药材 而你们 则是需要依靠 自己的能力 在那单界之内 将这些药材 尽数弄到手 然后方才能够 在出口的地方 换取一枚空间石 从单界出来 参加那最后的比试 而天空上的那些石材 则是为这些 闯入最后一关的 成功者所设 并非是所有的人 都有资格上去 叶仲缓缓地说道 不愧是单会 萧炎轻轻点头 赞叹了一声 经过这两层的选拔 便是能够将那些 赖鱼冲数者 尽数剔除 而最终经过 选拔遗留而下的 便是此次单会的 真正精锐 单界之中 所发生的事情 单塔一般情况 不会插手 而且只要做得 神不知鬼不觉的话 谁也不会知道 虽说这种选拔 颇为的严格 但现实远比比赛无情 若是连这种考核 都痛不过 还如何在大陆之上 立足 并且成为真正的 炼养宗师呢 所以 若是你在单界中 遇见学明宗 那陈贤的话 尽管地动手便可 叶仲微微一笑 轻声道 萧炎笑了笑 漆黑眸中 却是寒芒闪动 那陈贤将他的情报 卖给魂殿的人 这恩怨 可不得不解决一下 在萧炎二人谈话间 一道清脆的中吟之声 突然地在这片天地间 响吃而起 中吟声浩浩荡荡地 扩散而开 那震天的喧哗声 都是被其压制而下 中吟声响起 这片天地 也是变得安静了许多 无数道目光 刷的一声 停留在了广场 东面那石台上 那里将会是 三塔高层出现之地 而就在中吟声响起不久 一阵阵破风声突然响起 玄机那石台上的空间 微微扭曲 十几道身影 缓缓浮现而出 萧炎的目光 扫过那十几道人影 然后便是顿在了 最中间的三道人影身上 三人中 有一人萧炎已经见过 这是那位 单塔巨头之一的玄空子 而在其左右两侧 也是有着两名 丝毫感觉不到气息存在的人 其左侧那位老者 皮肤颇为幽黑 其脸旁绷得紧紧的 有种不苟言笑的严厉感觉 双目如电 刺着人灵魂生疼 左侧的那位呀 倒是让那萧炎 感到很是诧异 因为那是一名 身着旗袍的美妇 虽然萧炎能够 肯定他年龄 绝对不会比玄空子二人小 但那容貌 却是以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相仿 其神色淡然 眼眼间有着 岁月沉淀的韵味 幽黑老者 以及那美妇 萧炎是头一次见到 但从这两人能够 与玄空子并列的位置来看 很显然 这两个人应该便是 丹塔的另外两位巨头 这三人一出现 这片天地都是变得安静了许多 望不见尽头的人山人海中 无数道擒着各种情绪的目光 皆是汇聚在了这三人身体上 丹塔三大巨头 这名头 莫说中轴 即便是放眼斗气大怒 也算得上是真正的生名赫赫 这三个人 一般都是存在于传说之中 如今突然露面 倒是让得无数人 有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老夫玄空子 再次带丹塔 再次欢迎 所有来到此处的炼药师 接下来的时日 这里将会是你们 大展拳脚的舞台 一头白发的玄空子 缓步而出 温和的声音 在在场的所有人耳边 响彻而起 全场寂静无声 不管是再如何桀骜不驯的凶悍之辈 在这种时刻都只能收敛煞气 不敢有丝毫的顶撞 毕竟那石台上的三人 距这片大陆上的顶峰存在 也并不远 诸位为了丹会万里迢迢赶来 老夫也就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丹会还是一如既往 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 消炎安静地听着 玄空子对丹会的选拔的介绍 果然发现与业众所说大致相同 显然这般规矩 是历代丹会的标准形式 只要通过这三项选拔 最后依旧屹立着 便将会成为本届丹会的冠军 玄空子望着 那被冠军二字 积得有些涟漪的人海 不由得淡淡一笑 说道 本届冠军不仅能够获得 丹塔巨头候选者的名额 而且还能得到 一卷远古的灵魂修炼之法 日后塔足八品 甚至九品层子 指日可待 玄空子此话一落 那密密麻麻的人海之中 顿时响起 惊天哗然之声 无数炼药师在这一刻 眼睛都是血红了起来 八品 九品 这等近乎传说中的层次 与他们之间 仿若天地之别 但若是得到 那卷远古的灵魂修炼之法后 那距离便是将会 被无限被得拉近 这对于所有炼药师来说 都将会拥有致命的吸引力 对于这种诱惑 即便是硝烟 都是无法抵御 所以在寻空子化落后 他的呼吸 也是悄然间变得粗重了许多 远古的灵魂修炼之法 有多罕见与珍贵 他再清楚不过 那等宝物 用无价之宝来形容 丝毫不为过 这冠军之位 不论怎么样 我都是要 去搏上一搏 萧炎拳头紧握 漆黑毛中 夺过一抹炙热 丹塔巨头候选者的身份 他可以不在乎 但这灵魂修炼之法 却是容不得他轻易无视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先要擦足九品炼药师 那么灵魂修炼之法 是不可缺少之物 所以无论如何 光是为了这卷灵魂修炼之法 他也必须地拼尽全力 高台之上 玄空子望着那些 突然间血红起来的目光 微微一笑 抬头看了一眼天色 然后袖炮清灰 一股无形波动扩散而出 玄机击打在虚空之上 却是再度爆发出 一阵悠长的忠言之声 时间一致 所有无品以上的炼药师 请进第一关 灵魂幻境 全空子手指 豁然转向那庞大的广场中 那里深灰色的空间 急速扭曲 自成一片奇异的世界 显示着诸多奥妙 玄空子化阴刚落 那望不见尽头的人海之中 便是猛的一道道人影 闪躲而出 玄机仿若蝗虫一般 扑天盖地地夺过天际 然后尽数投入 那片扭曲空间之内 望着那犹如暴雨般 不断夺进扭曲空间之中的人影 萧妍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缓步踏出 加油 听得小一仙等人的助威之声 萧妍也是一笑 然后脚掌猛的一顿虚空 身形化为一道黑影 玄机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毫不犹豫地夺进了 那片深灰色的扭曲空间 灯会的龙争虎斗 在这一刻终于是正式开启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破仓雄》第1158章 第1158章 过关 望着那宛如蝗虫过境般 扑天盖地夺过幻境关卡的人影 高台之上的玄公子 也是微微点了点头 双手插于袖间 淡淡地说道 这一届的丹会 倒还真是有意思 没想到连一些 成名的老家伙也是来了 三千眼眼火 远非寻常异惑可比 对于这些老家伙 也是拥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他们自然是要来凑凑热闹 在玄公子身旁 那名皮肤幽黑的老者 抬了抬眼 灵力如电盲的母公 在哪些独进幻境关卡的人影 之上扫过 说道 后浪推前浪 现在的一千年轻一辈 可不比他们弱 即便他们出手了 怕最后也只能是灰头土脸 一旁那身着旗袍的美妇 也是微微一笑 说道 玄公子笑了笑 也是点了点头 扶着胡须说道 现在的年轻一辈 的确是出了一些 聊不起的人物 不过最让得我好奇的 还是那硝烟究竟 能走到哪一步 硝烟 要臣的弟子吗 皮肤幽黑的老者一正 玄机目光却是看见了 一旁的那辈美妇 美妇也是在此刻 微微正了正 她近期年一直都是在闭关 除非是要封印三千燕烟火 这种重要之事 不然一般是不会轻易的露面 可以说 她才是丹塔三大巨头之中 最为低调的人 甚至连一些进入丹塔不久的人 都是并不清楚 她的存在 乃至很多人都认为 丹塔历代 似乎并没有什么女巨头 但真正阅历足够者 方才能够知道 丹塔的第一位女巨头 其实早已先草影而出现 只不过年龄比起她来说 确实大了许多而已 这位神秘的美妇 当年在斗七大陆上 可也是真正的显赫之辈 其名头不会比药尊者 以及其余两大巨头 名头若上丝毫 不过 虽说近年闭关 不理事物 但当她在听到这个遥远 而难以忘却的名字时 目光中 却是奄奄有着 莫名的光芒闪烁 据萧炎所说 药臣如今已经落在了魂殿手中 等丹会完毕之后 如果可能或许可以帮帮这个老家伙 毕竟不管怎么样 当年她也算是帮罗丹她的一个大忙 玄公子缓缓地说道 文言美妇脸颊确实微微一变 那古景乌波般的心境 居然是在此刻剧烈地波动了起来 脸颊一沉 说道 谁让那老家伙当年胡乱逞能 明知道魂爹盯上了他们 还敢四处乱晃 有这般下场 也是活该 你嘴上倒是说得轻松 谁不知道你才是最担心那个老家伙的 这些年你暗中派了不少人 打听耀尘的踪迹 我二人可都是知道的 玄公子叹息道 谁管他去死 美妇带眉微数 那般模样倒是颇有些补弩自为的味道 不过这话落在玄公子二人耳中 却是显得有些气势不足 不过对于他的倔性子 他二人也是极为的了解 当下也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于这三位的争吵 一旁的诸多丹塔长老面面相趣了一眼 皆是明智地选择了充耳不闻 等丹会完毕 让我见见那个小家伙 听说魂殿的人也是想将他抓到手 不管怎样 也是他的弟子 见到玄公子二人沉默 美妇在逐渐地冷静下来后 身色也是一暗 眼神复杂地说道 文言 玄公子二人对视力眼 点了点头 不再多说什么 在硝烟身形冲进那片深灰色的扭曲空间时 分明地感觉到了其胸口处的等级徽章 散发出一道奇异的波动 而正是在这道波动的扩散下 他的身体触碰到扭曲空间时 一股犀利便是自其中爆发而出 将硝烟的身形给吸毒而尽 突如其来的犀利令得硝烟眼前已花 再度出现时 却是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片深灰色的奇异空间之中 这片空间被浓郁的深灰色气体所弥漫 视线望去 足有不足百米的视野 而且在视线所及的一处空间 居然还泛起了丝丝扭曲的感觉 显然这片地方 应该便是那所谓的 幻境关卡了 脚掌轻轻地踏着深灰色的气体 硝烟并未胡乱闯动 而是安静地立于原地 眼眸微壁 蓬勃的灵魂力量 犹如水波一般的 徐徐扩散而出 深灰色的气体 明显对于灵魂 有着一种压抑的效果 这一点硝烟先前便是听夜中说起过 因此在感觉到时 也并未显得太过意外 那种压抑也是有着界限 以它如今的灵魂强横程度 即便有着那气体的阻碍 也是能够轻易地 探知清楚周遭的一些情况 只不过距离被压短了许多而已 灵魂力量扩散间 萧炎也是能够感觉到 周围那些深灰色气体 泛起了些许波动 应该是有着新的参赛者 不断地进入 这倒是与天目山外的 那能量潮汐有些类似 不过那里是天然形成的 但这里却是人力扭曲空间 所创造而成的迷境 困人之法更加棘手 萧炎脸露沉吟这色 这片空间应该是单打强者 使用大力量扭曲空间所造成的 这之中有着无数扭曲的空间 若是胡乱闯入其中 那么势必会在其中失去方向 甚至被困于其中 不过不管这幻境关卡 有多复杂 但它毕竟是人为所造成的 想要成功闯出这片区域 那么便是得模型 其中的空间扭曲痕迹 而只要顺着这些扭曲空间 所造成的弯曲通道 那么便是能够顺利地 走出这片幻境 当然这虽然说起来简单 但做起来却是颇为困难 在这种诡异的气体弥漫下 不论是事业还是灵魂感知 都是被牢牢地压制着 想在这种几乎变成了 瞎子的情况之下 摸清那些复杂的空间痕迹 那难度对于一些寻常炼药师来说 可是相当困难之事 不过还好 萧炎却并不在这寻常之力 以他如今的灵魂强横程度 即便是一些七品高级炼药师 都是无法与其媲美 虽说如今因为灰色气体的缘故 被压制了不少 但也足够应付这所谓的 幻境关卡了 听得周围不远处 响起的阵阵破风声 萧炎淡淡一笑 依靠着灵魂感知 他看见了不少冲进此处的炼药师 由于四处胡乱窜动 最后被困在一些扭曲空间之中 最后无法脱困 灵魂力量悄然蔓延 萧炎双手赋于身后 脚掌倾踏着虚空 从容不迫地按照灵魂力量探测的路途 换步行去 这片扭曲的空间出人意料的宽广 再加上其中那些重重叠叠的空间折皱 更是令得这里如同迷宫一般 稍不留神 闯进那些扭曲的空间折皱 便是会失去了继续参赛的资格 空间宽敞无比 但萧炎确实并未因此而产生急躁的心理 脚步依旧不急不缓 这一路而来 他看见过不少因为一时鲁莽 而闯进空间折皱的参赛者 因此自然是明白 在这种地方一期用事 那么等待他的 绝对便是出场的悲惨结局 一路走来 萧炎也是遇见了不少真正的强者 令他有些心惊的是 这些人大多都是觉察到了 他的灵魂感知 不过却并未过来与他交谈 而是极为戒备地退得远远的 对于这些人的表现 萧炎也并不感到意外 不过心中倒是颇为的杂舌 这参加单会的炼咬师 大多数人还真是拥有着不弱的实力 至少看这种情况 有不少人都是未曾 被这所谓的幻见关卡 所阻拦而下 被深灰色气体弥漫的空间之中 萧炎脚步缓步向前 算算时间 他已经进入了这片空间 将近一个小时左右 而他也是能够感觉到 那灵魂感知之内的空间扭曲 也是越来越复杂 有时候甚至 要在原地兜上好几圈 方才能够将那拦路的空间褶皱绕开 脚步轻轻地踏在一处深灰色雾气上 萧炎心头突然移动 抬起头来望着面前不远处的雾气 只见到那里 此刻突然泛起了一阵阵波动 旋即一道苍老的身影缓步遭近 而当萧炎见到那苍老身影的脸庞时 心头却是猛的一阵 老师 萧炎目光正正地望着面前那寒笑的老者 那张熟悉的面旁 赫然便是那位魂殿勤货的药老 药老站在萧炎部远处 冲着萧炎微微一笑 然后对着后者招了招手 望着那张慈善的熟悉脸庞 萧炎脚步几乎是不受控制一般的轻跨而出 脚步刚刚跨出 萧炎心头猛地泛起一阵危机之感 脚步生生被其凝固而下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心中逐渐地恢复清明 是幻想 这幻境关卡深处 竟然能够伴随着人心中所想而产生幻想 萧炎眉头紧皱 望着那道苍老身影 好伴上后方才一声轻叹 朽炎挥动 一股进风涌出 直接是将那道苍老身影震散 而随着这道身影的散去 立刻便是露出了其后隐藏的空间褶皱 而在这些空间褶皱中 也也弥漫着一朵有些诡异的黑气 这幻境关卡果然凶险 目光紧紧地望着那些诡异的黑气 萧炎明白 幻想突然地出现 应该便是与这东西有关 摇了摇头 萧炎心中的警戒 也是再度提升了不少 他能够感觉到 这里距离 幻境的出口 已经不远了 灵魂力量扩散而出 再度摸清了前方 一些空间痕迹 玄技再度移动步伐 对这远处缓缓行去 接下来的路途中 萧炎再度见到了不少 由于其心中所想而出现的幻象 勋尔 采林 萧战 圆韵 这些等等 让得他记忆极为深刻的人影 不过有了上次的前车之鉴 这一次 萧炎并未在因为这些幻象的出现 而有丝毫的诗神 不管那幻象再如何的逼真 他也是在略微有些留恋的看了一眼后 便是拂袖转身离去 一路幻象重重 在威力的萧炎有所停留 而伴随着他脚步坚定落下 将近半个小时后 面前弥漫的灰色浓雾 突然逐渐淡去 寻寂一个仗曲庞大的扭曲黑洞 出现在了其面前不远处 这里便是通往单界的空间通道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破仓群》第1159章 空间通道之前是一片颇为宽敞的空地 空地周围的空间扭曲不堪 显然是单塔强者施展手段 强行构建的一处空间停歇点 这段手段与手笔倒是颇为的了不起 寻常势力 即便是那冰河谷 恐怕都是拿不出这等能力与魄力 此刻的这片空地上 已经有着不少或作或利的人影 个个气息不弱 显然是率先通过了换进关卡的参赛者 这些人影大多都是各自分散而开 彼此警戒对视 只有极少数的一些人 风才三才两两地凑在一起 不过他们望向其他人的目光 也是充斥着警备之色 这种地方没有朋友 有的只是竞争对手 硝烟的突然出现 自然也是引起了空地上众人的注意 灯下一道道 擒着各自情绪的目光 便是投注在了前者身体之上 感受着这些警戒中 隐隐擒着一些不怀好意的目光 硝烟倒是面不改色 视线缓缓地扫过空地 竟然还是被他寻出了曹颖 宋青二人的身影 在硝烟见到曹颖 宋青二人时 后者两人也是觉察到了他的目光 曹颖倒是微微一正 玄机唇角又是浮现一抹 令得周围不少男人心动神窑的 妖媚笑容 而那宋青则是眉头不着痕迹的皱了皱 隔着一段距离对着两人微微一笑 但硝烟却未凑上前去 反而是退开一段距离 寻找了一处空地盘膝坐下 他并不太想与这二人牵扯太近 而且他并不了解这二人 若是合作的话 最后会不会被出卖 谁也不知道 这些年的历练 这种事情硝烟见过不少 自然心中要多加戒备 再者 这单界的考验 虽明面上只是进入其中 按照任务要求 寻找一些天才地宝 但谁都是能够知道 这第二轮的考验 将会是至关重要 这一场将会有着无数人给筛选掉 光是由此 可以看出这次考验的难度 硝烟心中清楚 这第二轮的考验 最大的敌人不是其他 正是这在场的参赛者 所以类似合作这种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若是不能完全地 给予对方信任的话 还是单独行事 要更加明智一些 见到硝烟这般行径 宋情心头松了一口气 但曹颖戴梅 却是忍不住地微微一蹴 这家伙三番四次地 拨他颜面 再好的性子 也是会有着一点火气 让你给我装 等进入了单界 看你一个人怎么办事 曹颖银芽 犹如小野猫一般地 轻轻磨了磨 在心中有些 愤愤不平地倒 对于曹颖心中所想 硝烟自然是不知道 在盘腿坐下之后 他的目光 便是转向前方 不远处的空间通道 在那通道之前 有着一名 身着普通衣衫的老者 在老者身下 有着一头通体幽黑 宛如黑铁一般的巨龟匍 而老者便是盘腿 坐于这巨龟位上 从老者胸口处的 一枚徽章来看 显然他是丹塔的人员 不过对于丹塔之内 何时有这么一号人物 倒是真没有什么人听说过 硝烟的目光扫过 这位懒散的老者 心头却是一灵 因为他发现 居然完全看不透 这位奇归老者的实力 不愧是丹塔 果然是卧虎苍龙 在硝烟隐晦的收回目光时 那一直陷入假媚状态的老者 却是猛地睁开双眼 而其睁眼的刹那 硝烟感觉到 盘踞在眉心处的灵魂力量 都是震动了一下 睁开眼的老者 淡淡地瞥了硝烟一眼 然后目光扫了一眼场中 有气无力地说道 时间差不多了 可以进入单界了 每个进入其中的人员 都会来我这里领一张任务药单 单界的地图和一枚空间石 药单是你们必须在里面 寻找的药材 只有将其上的药材 收集齐选 方才能够顺利通过这一关 地图的作用 我就不多说了 上面有着单界的出口地点 你们在搜集齐全药材后 便将会赶往那里便可 至于空间石 是保命用的 如果遇见性命攸关之时 可以将空间石捏碎 然后你便是会自动 被送出单界 不过捏碎了空间石 也就象征着 你失去了继续参赛的资格 都懂了吗 说到最后 老者缓缓地抬了抬眼 说道 文言众人皆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能够与这种速度来到这里的人 没有一个人会是上游的灯 自然清楚面前的老人 不是寻常老人 单界之中 由于破败的缘故 并不适合久待 所以你们只有十天的时间 搜寻任务上所需要的药材 药材辨认是炼药师的基本功 这个应该不会让人骄吧 老者嘴角一瞥 懒散地说道 另外 单界中虽然不适合人类居住 但对于一些魔兽来说 却是动天福地 经过这些年的繁衍 单界中的魔兽 也是极为的强坑 若是遇见的话 便小心一些 别将小命给丢了 因为不会有人去救你们的 这一点 你们应该早有心理准备 单会可不是玩游戏 也不是一些寻常比赛 这里是真正的血拼竞技场 而能够从那些血拼之中 站到最后的人 便是此次单会的冠军 一将功成万古枯 单会也同样如此 话到最后 老者的声音明显变得冷厉了许多 废话也不多说了 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 便上来领取东西 现在若是要退出的话 可还来得及 齐归老者目光浑浑扫过四周 但却并未有一个人退出 在场的人 哪个不是有着几把刷子 怎么可能被他一吸化 便是惊退了呢 在齐归老者话音落下之后不久 便是有着一名 身着练药师跑步的中年男子 面无表情地站起身来 然后走向前者面前 将东西接过 脚步一踏 便是静止走进了那缓缓流转的空间通道之中 继而迅速地消失不见 继中年男子之后 又是陆续地开始有人上前 接过东西后 麻利地行入空间通道 硝烟并未急着前进 而是冷眼旁观 听着齐归老者所说 那单界明显不会是什么善地 不过想想啊 这处地方能够将那些来自斗七大陆 四面八方的优秀练勇师刷下去 若是不凶险的话 怕也是无人会相信 而这种地方便先让前面的那些家伙去打头阵吧 当大约将近百人进入空间通道之后 那曹颖与宋青也是站起山来 从疾亏老者那里接过东西 然后便是行入通道 在进入其中时 那妖女还转头恶狠狠地盯了硝烟一眼 让她后者颇为无奈 在曹颖二人进入其中之后不久 硝烟也是站起山来 刚欲动身 身后的不远处的空间确实泛起了一阵波动 玄机一道年轻的身影浑浑浮现 在这道身影进入时 硝烟也是若有所觉 偏过头 玄机漆黑毛中 顿时夺过一抹森棱之色 因为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天在炼药师交易会与硝烟有过冲突 并且在后来将与她有关情报 卖给木古老人的陈贤 此时的陈贤呢 依旧是一身白衣 手中握着一柄紫色铁扇 看上去卖相倒是极为的不错 不过此刻在其胸口上 却是多了一枚等级徽章 在那徽章上 七枚紫金色的星辰 闪烁着璀璨的光泽 显然这家伙居然也是一名 七品终极的炼药大师 陈贤在进入此处时 移动的目光在一扫下 也同样是停顿在了前方不远处的硝烟身上 心事唯唯一正 旋即脸庞上掀起一抹细虐的笑容 手中紫色铁扇轻轻地敲打着掌心 陈贤静直地对着那空间通道行去 在途经硝烟身旁时 脚步一顿 轻声笑道 呵呵 硝烟是吧 没想到你命还是挺硬的 居然连那一位初手 都是未曾取你的小命 硝烟目光望着面前 那一脸阴柔之色的陈贤 嘴角也是浮现一抹 意味深长的小种 低声道 陈贤少宗主 在单界的时候 你可躲得好一些 不然的话 选明宗可就绝后了 紫色铁扇重重地落在掌心中 陈贤目光森冷地盯着硝烟 片刻后缓缓点头 说道 这句话我也送给你 千万不要在单界中被我撞见 否则我会让你明白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虽然话音一落 陈贤嘴角的阴森叫容更浓一些 再不多言 转身便是对着通道行去 然后在吉归老者手中 接过东西 一步踏入空间通道之内 望着陈贤消失在 那空间通道之中的背影 萧炎微微一笑 只是这份笑容中 透着森然杀意 这个陈贤的命 他此次收定了 希望你不要死在其他人的手中 那样的话就太无趣了 萧炎笑了笑 也是上前两步 从其归老者手中接过物品 然后将之收入纳戒 转身便是大步 行进空间通道之中 而其身影也是 许许消失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豆泊仓群》 第1160章 第1160章 千年地黄金 这是一片荒林的平原 大地之上 尽是黄土之色 偶尔会有着些许 绿烟点缀 释放着一点点的生机 与活力 平原之上 偶尔会有着一些 小青魔兽 暴窜而出 带起一缕黄烟 然后消失在远处 荒林平原的寂静无声 持续了一段时间 虚无空间 突然一阵扭动 旋即一道身影 在空间之中闪躲而出 从空间中夺出的身影 自然便是 那进入空间通道的硝烟 在面前这片荒林平原 出现在其视野之中时 它眼神之中 也是微微一正 心神一动 身体便是热弯 寻伏在了天空上 并为鲁莽地落下地面 这里便是单界吗 硝烟举目似望 刚好是能够在平原的尽头 看见一些山脉的龙廓 当下眉头微皱 低声喃喃道 这里的能量倒是格外的充裕 不过能量中 似乎有些狂暴因子 难道这便是 单界破败的原因吗 硝烟首长在面前虚功抓了一把 宣祭若有所思 开辟空间是斗圣强者方才具备的通天之力 当然 即便是成功的将空间开辟了出来 也是需要一直的维护 不然开辟的空间迟早都会逐渐衰败 沉吟了片刻 硝烟便是抛开了心中的念头 手掌一握 一张羊皮纸便是出现在了其手中 这便是进入通道时 那齐归老者给予他的咬风 必须将旗上所记载的那些天才地宝 齐齐弄到手 方才能够算作顺利了通过此次的选拔 丹塔的这招倒真是不错 完全便是把这些参赛者 当作是为他们寻找药材的苦力啊 硝烟无奈地摇了摇头 目光确实转向了羊皮纸上 片刻后眉头便是忍不住的微微皱了起来 羊皮纸上所写的天才地宝数量并不多 仅仅三种而已 但这三种确实令得硝烟有种头痛的感觉 龙心九叶枝 摩雪凌果浆 生鲜草 嘴中将这三种天才地宝名字念叨了一遍 硝烟脑袋都是忍不住的大了一圈 这些东西的名头硝烟听说过 因为他们的名头皆是极为的不弱 身为炼药师 怕没有谁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珍贵 这三塔也太狠了点吧 丹界想来面积不太小啊 想要在其中寻找这三种极为难得的天才地宝 谈何容易 硝烟苦笑了一声 手掌一晃 又是将那丹界的地图给取了出来 弹开地图却是见到地图上三处的地域 被画上了一个红色的圆圈 就 难道是这三种东西存在的地点 见到那三处被红色圆圈勾上的地域 硝烟一正 玄机若有所思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倒是好办了一些 在硝烟沉眼间 这片平原的空间再度出现了阵阵扭曲 玄机将近十几道身影 几乎同时间地从空间中夺出 然后落在地面上 这些人脚掌刚刚落地 那看似沙丘般的地面 一条十几丈庞大的巨蟒 闪电般地窜出 整宁穴嘴 直接是对着一位炼药师 脑袋拭咬了过去 突如其来的变故 也是领得那名炼药师微精 不过却并未如何地慌乱 一声冷喝 一股雄厚的斗气脾炼 暴躲而出 狠狠地击中在巨蟒的头顶上 强猛地尽到 将那巨蟒的脑袋砰的一声 便是震得暴力而开 将巨蟒一击击杀 那枚炼药师脸庞上 方才浮现一抹得已 然而还不待他松一口气时 眼前却是突然一花 一道猙獰的笑声在其耳边响起 嘿嘿嘿嘿嘿 小子 看你有两把刷子的样子 还是先滚吧 宁笑刚刚响起 那炼药师心头便是一阵惊骇 还不带他回神 一道金刚铁棍 便是狠狠地落在其胸膛之上 恐怖的劲道 直接是将其犹如炮弹一般的 打得倒飞而出 然后擦飞在地面上 飞落得将近百米 方才缓缓停住 那名炼药师身形刚刚稳住 一阵白光便是从其掌心出冒出 而其周身空间一阵扭曲 然后直接将他给吸了进去 看情况 这人应该是将空间石捏碎了 这般突然的变故 也是令得在场不少人已惊 旋即一道道目光 望向那出手之人 出手的人 是一名身着炼药师跑步的大汉 此人满脸横柔 一看上去就不是什么好货色 在其肩膀处扛着一根杖许长的 金刚铁棍 此时那铁棍上还染着些许鲜血 嘿嘿嘿 跑得倒是挺快呀 铁棍大汉望着先前那炼药师消失的地方 不由的咧嘴一笑 然后胸茫闪烁的目光再度转向其他人 见到这满脸横柔的家伙 目光盯过来 在场的其他一些参赛者 脸色也是微变 循迹皆是心头 升起一些戒备 一些人甚至已经是将武器给拿了出来 这种地方 他们都清楚其他的所有参赛者 都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能够解决的一个 那么自己便是会多出一份机会 健壮那大汗不屑的撇了撇嘴 手中染着血迹的铁棍 在面前狠狠地挥了挥 然后直接将那条庞大的巨蟒击飞而出 而随着巨蟒的飞出 沙丘下顿时出现了一个凹陷的土坑 土坑内一块足有小孩人头大小的深黄色根茎 出现在了众人目光之中 地黄精 望着那块人头大小的深黄色根茎状的东西 周围顿时响起了一道道惊呼声 硝烟的目光望着那块深埋地底的深黄色根茎 眼中已是夺过一抹精异之色 这地黄精是一种凝聚大地之力而成型的罕见药材 练功时若是能量暴动的话 这地黄精以及他所练制的一些丹药 能够起到很不错的抑制效果 眼中惊异夺过 硝烟目光确实顿在了那深洞处 若有所思 百年地黄精一般只有全都大小 而且还是颇为稀少的存在 没想到这丹界中的地黄精居然是成长到了这种地步 当真是让人惊异啊 想来至少是达到了千年岁月 这东西若是放在外面 必然会引来众多的垂涎目光 此人看上去很是鲁莽 但却是欣细如发 他能够知道这里有着地黄精 想必是认出了哪条地黄莽 硝烟瞥了一眼那条巨大的莽蛇 但凡地黄莽出现的地方 必然存在着地黄精 只不过这地黄莽与寻常的巨莽没有多大的差别 若是经验不足之人 还真是难以将之辨认而出 大汉望着那地黄精的大小时 眼中也是夺过一抹狂喜 一把将之抓住 然后生生拔出 咧嘴一笑 目光一扫周围那些视线炙热的人 脸色一沉 冷喝道 不想死的就给我滚远点 听得他这般冷喝 其余的十几名炼药师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但在见到那大汉的一脸凶悍之色后 却是不敢多说什么 先前此人的狠辣出手 可一直是让他们记忆忧伸 在迟疑了片刻后 其他的炼药师终于是选择了退去 地黄精虽然珍惜 但为了他能够将比赛资格失去的话 就不太划算了一些 望着那些听话的远远退去的众人 大汉脸庞上不屑更甚 他是斗魂巅峰的实力 但这些人中 至少有这两人实力 仅仅比他弱上一线 但却没有他这般凶悍魄力 所以这些无胆鼠辈 也只能空手而归 世界上永远都是弱肉强食 没有点胆量的话 如何才能出人头地 一群废物 撇了撇嘴 大汉脸庞上闪过一抹嗜血之色 刚欲将手中的地黄精收入纳界 一股犀利突然出现 直接是将地黄精给吸毒而走 妈的 谁敢动老子的东西 帝黄精脱手 大汉脸庞上顿时 夺过一抹胸利之色 猛地抬起头 却见到在那天空上 居然还凭空悬浮着 一道年轻的身影 滚吧 天空上 笑颜目光淡漠地 瞥了大汉一眼 并没有半点客气 看坚信此人的手段 明显不是什么好鸟 对付恶人 自然是需要狠手段 因此言语间 并没有丝毫的 可以商量在余地 见到硝烟居然能够 凭空浮现天际 大汉脸色也是一变 他清楚 凭空浮现天际 代表着什么 那说明 这看起来 颇为年轻的家伙 至少是一名斗宗强者 那种级别的强者 他还招惹不起 咬了咬牙 虽然心头极微不甘 但这大汉 也不是不识食物的人 他能够抢别人的东西 别人自然 也能够抢他的东西 在这单戒中 若是还讲什么慈善的话 恐怕会被坑得 连衣服都无声了 目光恶狠狠地 盯了硝烟一眼 但他也不敢多说什么 目光留恋地 看了硝烟手中的 千年地红精一眼 带着一肚子的怒火 化为一道模糊身影 对着平原远处的山脉 抱奪而去 望着那离去的大汉 硝烟脸庞上 也并没有什么波动 带得他远去了 他方才随意地 经这千年地黄金 收入那界 身形栩栩地 落在地面上 那坑洞处 其目光却是带着 一抹期待地望着 那深深的坑洞 千年地黄金 虽说珍贵 但却并不足以 让得硝烟太过上心 他真正感兴趣的 是那更深处的东西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豆婆苍穹 第1161章 第1161章 地心浑髓 硝烟曾经在 要了留下的一卷 要在古籍之上 偶然见过 地黄金乃是凝聚 称稳厚重的 精纯大地之力而生的 但此话也是有着 它的局限性 凡是帝黄金 若是生长到了百年之后 便是会因为能量的饱和 而不会再有丝毫的体积增长 也正因为如此 百年以上的帝黄金 方才会显得那般稀有 古籍之上有所记载 若是帝黄金 能够远远超过百年岁月 那么滋润其生长的 必然不会是大地之力 而是其他的天地灵物 硝烟在第一眼看见 这千年帝黄金时 便是心中明白 在这帝黄金地底之下 一定有着其他东西 而也正是这东西 方才将这帝黄金 滋养到了如今的地步 真不愧是三姐 硝烟忍不住地笑了笑 手掌猛地一曲 然后对着那深坑狠狠一握 一股犀利暴涌而出 大地的泥土暴斗而出 然后被硝烟随手甩开 在硝烟这等暴溪之下 那土坑也是越来越深 但至于硝烟意料之中 所想的其他灵物 却是并没有出现 难道古籍中所说的是假的 见到挖了将近五六丈直深 居然还没有见到东西 硝烟眉头也是一皱 话语之中倒是没有了先前那种信心 毕竟千年帝黄金 他也是第一次遇见而已 心中多了一份迟疑 硝烟下手也是变得缓慢了一些 如此又是挖了将近一丈之多 终于是无奈地摇了头 然后就在他准备放弃时 目光却是突然瞥向了一旁 被他从地底下掏出来的泥土之上 当下一道惊疑声传出 蹲下山来 硝烟手中抓了一把泥土 入手处一片湿润 湿气弥漫间 居然透着一股奇异的能量 觉察到这些泥土中的怪异 硝烟眼中也是夺过一抹喜色 这片地底果然是有些问题 有了这般发现 硝烟当下再度站起身来 双手曲卷成爪形 然后闪电般的对着深空之中抓去 而随着其双掌的舞动 那锯坑也是变得越来越深了起来 深坑在硝烟坚持不懈的挖掘下 大约五分钟左右后 那柔软的地底终于是传出了一道低沉的闷哼声 而硝烟的精神也是在此刻一震 身形一动便是躲下深坑 一朵碧绿火焰缓缓缓地在深空中升起 柔和的火芒将深空照耀得犹如白昼 硝烟身形落在深空之底 蹲下身来 秀爬一挥 一股进风将那层泥土掀飞而去 寻尽露出一方雪白色的玉石 硝烟的目光 顿在那块雪白色的玉石上 玄济眼眸微眯 这是地心玉母 地心玉母 一种由大地之力凝聚无数岁月 方才成型的神奇玉石 由于大地之力那特殊的沉门与厚重 这块地心玉母对于修炼者来说 简直就是万金难求的宝贝 在修炼或者炼丹时 有这一席使用地心玉母所住的坐垫 将会对体内狂暴能量起到极为不菲的镇压之效 有了这东西 走火入魔的几率也将会被减至最低点 这种效果 倒数与萧炼当年取得青莲地心火时 得到的那青莲座差不多 不过真要说起来 还是这地心玉母要更加胜一筹 果然是个宝贝 萧炼黑黑一笑 手掌搭在露出地面的那些地心玉母上 然后双腿围曲 一声立鹤 手掌猛的一抽 顿时泥土四溅 那地心玉母直接是被萧炼生生地在地底之中给抽了出来 将这地心玉母完全抽出 萧炼方次发现 这东西大约半丈之高 宽约一臂之长 这般面积的地心玉母在外界几乎是很难看见之物 有了这东西 日后修炼的时候 倒是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梦着地心玉母的体积 萧炼也是忍不住地点了点头 瞅回手掌 却是发现手掌上布满了一种粘稠的淡淡玉叶 这 望着这粘稠的玉叶 萧炼也是震了着 片刻后猛地回过神来 以其定力都是眼瞳一缩 玄机母光骤人转向地心玉母 难难道 这地心玉母之内居然已经生出了地心魂髓 地心玉母极难成形 而至于这所谓的地心魂髓 更是极为罕见之物 这一刻 萧炼双眼之中 也是忍将不住地涌上一抹 难以掩饰的炙热 手掌之上碧绿火焰 急速凝聚 然后化为一柄薄薄的火刀 最后闪电般地 从地心玉母表面一刀夺过 火刀轻飘飘地 从地心玉母表面横切而过 一片大约拇指厚的玉片 便是脱落而下 露出了其中的核桃大小的孔洞 孔洞之内 烟烟有着一股 极淡的白色雾气渗透而出 萧炼深吸了一口气 顿时感觉到灵魂深处 响起了一道无声的舒畅深言 萧炼面露惊喜 手画火刀 审电般地急速舞动 而随着其每一次手刀的落下 那地心玉母便是会有着 薄薄一层玉片脱落而下 当地心玉母的高度 被萧炼生生地 削断了一半左右后 一个大约脑袋大小的玉坑 终于是出现在了 其视线之中 而他的目光也是在这一刻 瞬间凝固在了玉坑之中 那不足半止深的白色液体之上 果然 果然是地心浑髓 萧炼目光正正地望着 那粘稠的白色液体 眼中的心血 在这一刻猛然暴涨到了极致 地心浑髓 一种极为罕见的天才地宝 而且这东西对于炼药师来说 更是拥有着令人疯狂的吸引力 因为这东西能够断魂 所谓断魂便是断炼 淬炼之意 也就是说 这地心浑髓 能够洗脱灵魂至千华 对于这地心浑髓 萧炎老早便是听过其大名了 但这些年中 却并未真正地遇见过 而此次在这丹戒中 总算是碰见了这桩大浮原 这东西对于如今的萧炼来说 是真正地有着极大的作用 有了它 萧炼能够突破至魂静的把握 将会立刻上升将近五成 眼中的炙热持续了好一会儿 方才逐渐淡去 萧炼使用火刀 将那片玉坑小心地挖掘而出 然后就地取材 直接使用一些地心芋母 制造出一个羽盒 这才将地心浑髓放入其中 做完这些 萧炼方才松了一口气 这地心浑髓并不能直接服用 而是需要一些 其他天才地宝的调和 方才能够将其效力 发挥至最大 不过还好 其他的东西虽然罕见 但至少努力点便是可以找到 而且这丹姐简直就是一片宝地 说不定运气好的话 这丹姐中便是能够将调哥所需要的药材弄到手 到时候若是时间足够的话 或许在他再次踏出丹姐时 便是能够真正地踏到八品宗师的境界 此行果然不虚 这丹姐就是炼药师的天堂啊 轻轻拍了拍那戒 萧炼也忍不住地咧嘴一笑 目光看了一眼 面前还剩下大约半尺的地心浴母 手一挥 也是将之收入那戒 虽然有了地心浑髓的猪玉在前 但地心浴母也是好东西 萧炼自然是不会嫌弃 将东西都是收好之后 萧炼脚尖一点坑底 身形便是暴躲而出 然后稳稳地落在洞口的边缘 随手一挥 周遭的泥土便是飞扬而起 最后将那深坑坑洞尽数掩埋 做完这些萧炼方才拍了拍手 转身便与驴去 这位小友 凡是天才地宝 见者有份 你这样全收下 可是有些不合规矩啊 就在萧炼刚刚转身间 一道笑声却是突然响起 前者微偏过头 望着那在空间波荡之中 缓跺而出的黄衣老者 躲够了 我还以为你会一直藏下去呢 黄衣老者的出现 并未令萧炼有丝毫的意外 反而是眉头已先 似笑非笑地说道 在他从洞底出来时 便是觉察到自然的存在 老头子我可还没达到 见到地心魂随者等宝贝 还能安静藏下去的境界 黄衣老者含笑道 笑容中却是掺杂着 一抹淡淡的冷意 老夫黄衣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名头 不过没听说过也无所谓 我知道你也是一名斗宗强者 所以并不想强抢 将地心魂随分老夫一半 我可以让你离去 黄衣老者能够感觉到萧炼的气息 不过四星斗宗的失利 还没资格让得他这堂强的七星斗宗如何忌惮 若非是因为担心交手的话会引来其他强者 他恐怕会立刻便是出手强抢了 听得黄衣老者此话 萧炼倒是忍不住的一笑 然后摇了头 说道 这名头我还真没有听说过 不过想从我这里分宝贝 你又算是哪根葱啊 画到最后 萧炼脸色瞬间冰冷 漆黑的双眸中寒芒闪烁 手掌一挥 通体璀璨的地妖魁便是闪现而出 丝毫没有迟疑 直接是化为一抹闪电 对着那黄衣老者抱奪而去 在低妖魁出现在那衣裳 那名为黄衣的老者 含笑的脸庞终于是巨变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苍穹》 第1162章